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个发面饼的新吃法 多加了一种食材 使饼的表面更加的焦酥,内部渲软 如果你喜欢吃发面饼 可以跟着海娟一起做起来了 盘中倒入500克普通面粉 加入5克酵母 10克白糖促进发酵 撒入2克鸡蛋 加鸡蛋的目的是使面更加的渲软 搅拌均匀 再用200毫升的温水和面 边刀边搅拌 搅拌至这样的大面絮状 加入20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柔软且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 发酵至2倍大 发面的时候 我们来调一个糖馅 3勺白糖 1勺面粉 再加1小勺的黑白芝麻 增香 搅拌均匀 面已经醒发的特别好了 取出来给它排一下气 多搓揉几下 给它排干净里面的空气 揉好的面 直接搓成长条状 下成均等大小的面剂 拿过一个切好的面剂 直接用外向里搓揉均匀 给它整理成一个圆形 放在保鲜膜里防干 面剂子直接按压扁 擀成变烟薄中间厚的面皮 包上一小勺的糖馅 包上一小勺的糖馅 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 把口捏紧捏盐 防止露糖 整理一下 按压扁 擀成圆饼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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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扎上一层面包糠 然后扎上一层面包糠 另外一面也薄薄刷一层鸡蛋液 翻过来同样也给它沾上面包糠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生坯就全部做好了 开始下锅烙制 电饼成预热倒油 多放一点油 用半炸半烙的形式 油热以后放入饼皮 烙制饼的底面变色 给它翻一个面 烙制饼 另外一面也变成金黄色 再次给它翻一个面 烙制饼面金黄 按压能够快速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发面饼 不但颜值高 还特别的好吃 外边香酥焦脆 内里特别的柔软 掰开一个看一下 像不像一个大面包 内部组织香甜又柔软 特别的好吃 如果您喜欢就记得试试吧 我是海权美食 我们明天见